在等待一拳超人主线的时候 我们今天还是来看一期一拳超人的同人作品 在这一期同人作品中 居然有怪人能穿透其余的脑袋 杰诺斯拜拜以后 被怪人吸收也融合成为了怪人 我是一 喜欢一拳超人的内容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 得知一拳超人的最新消息 其余在家没有什么事情 KING打来电话 奇余军我最近又入手了一款新的游戏 好像是双人合作闯关类型的游戏 每次玩对战游戏的时候 你总是被秒杀 我们来玩组队游戏吧 奇余很是不满 组队游戏的话 道具还不是都被你吃光了 KING表示 我这边还有一款最新游戏 你赶快来吧 你肯定会喜欢的 在奇余跟KING打电话的时候 电视正在播报着 不断有平民出现死亡 神秘的怪人出现在了雷市 目击民众没有一个人生还 如今怪人的灾害等级并不清楚 目前怪人的信息非常的少 希望大家尽量待在家中少出门 奇余跟KING打电话 并没有听到电视新闻的播报 所以正常出门购物买菜了 奇余想着 刚刚电视里好像说有什么怪人 算了不管了 画面一转 一名狼形态的怪人直接一击 打死了民众 真是一群废物 能让我拔刀的人都没有吗 S级英雄金属球棒赶到了现场 你闹够了吧小狗 金属球棒摆好架势 直接重重的一棒子 打在了这个让人的头上 让人怪人被解决 金属球棒的实力恐怖如斯 金属球棒想着 这个就是电视里面报道的 那位神秘的怪人吗 这不是很弱吗 到了吃饭的时间 金属球棒的妹妹 来找金属球棒回去吃饭了 英雄协会联系了杰诺斯 魔鬼改造人杰诺斯 神秘怪人出没的地点 就在你所在的Z室 因为敌人的信息现在非常的少 所以拜托 身为S级英雄的您过去 我们已经把神秘怪人 可能出现的地点发给你了 杰诺斯表示 我已经检测到能量反应了 交给我吧 我马上就赶过去 在杰诺斯跟英雄协会通信的时候 一个披风男子 拉到了杰诺斯的身后 这让杰诺斯有些震惊 有能量反应靠近我了 虽然不强大 但是感觉非常的奇怪 披风男子慢慢的走向杰诺斯 你看起来并不像是生物 是奇奇人之类的东西吗 你说能量反应不强 意思说是我很弱吗 真是伤脑筋 还没有开战的就说出这样的话 职业英雄都这么目中无人了吗 杰诺斯也发现了这个披风男子 直接来到了披风男子的背后 焚烧 一发焚烧 朝着披风男子攻了过去 强大的火力 直接焚烧了披风男子 杰诺斯看到攻击击中的对方 也松懈了起来 但是披风男子 直接出现在了杰诺斯的背后 其实我是一个超能力者 用普通的仪器 根本测不出我的实力 普通的招式 也根本就打不中我 杰诺斯直接一拳 对着披风男子打了过去 杰诺斯的这一拳 居然穿透了他的身体 这件披风男子 仿佛做了什么 杰诺斯穿透怪人的 那只手臂居然断了 杰诺斯非常的惊讶 完全看不懂 这个怪人到底是什么能力 这个时候 怪人不断的攻击杰诺斯 杰诺斯没有来得及闪避 正当一拳 就要打中杰诺斯的手 怪人的手 居然直接穿透了杰诺斯的胸口 画面来到了奇遇 奇遇正在买菜回家的路上 奇遇抱怨 最近的菜价又涨了 超市的折扣力度 也越来越小了 是不是要办一张会员卡呢 毕竟我经常去那里买菜 但是办一张会员卡也不便宜 不能只看到眼前 每次买菜都有折扣的话 应该能把办会员卡的钱省下来 还是办一张吧 正当奇遇纠结的手 一个人影从奇遇面前飞过 是被打残的 杰诺斯 此时的杰诺斯 手臂跟双腿已经被掰断了 奇遇有些惊讶 杰诺斯 你怎么突然就飞到马路中间了 你躺在这种地方非常危险的 奇遇走近一看 杰诺斯 你这是被人打败了吗 这个时候 那位怪人追着杰诺斯 来到了这里 看到了奇遇 这是一般的民众吗 还没有撤离 看这个服装 好像是英雄 算了 无所谓 先杀掉吧 只见怪人大手一伸 手居然直接穿透了奇遇的脑部 这难道就是怪人的能力吗 怪人打算从内部破坏奇遇的脑组织 就在这个时候 奇遇一转头 怪人的手直接断了 看来奇遇头内部的东西 也要比怪人的手坚硬的多 还是说奇遇太过强大 怪人的能力已经对奇遇不起作用了吗 毕竟这位怪人说过 普通的攻击是打不中他的 但仅仅也只是普通的攻击 这位怪人的手断了痛苦的大叫着 奇遇一拳直接打飞了怪人 怪人彻底败北 胸口被开了一个大洞 奇遇非常的恼火 怎么大街上随便一个人就来摸我的头呢 真没礼貌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男人 男人 好多男人 数个蜘蛛丝 把刚刚那位神秘怪人跟杰诺斯捆绑了起来 新的怪人 蜘蛛新娘出现了 只见这位怪人的面貌是一个女孩子 但是尾部仿佛跟蜘蛛一样 有很多的蜘蛛脚 因为老公出轨 绝望而变成怪人 能力可以将男性作为祭品 从而创造出新的怪人 蜘蛛新娘把杰诺斯跟那个怪人收入囊足 将他们合体改造成为了新的怪人 随着烟雾缓缓散去 这位怪人也渐渐拥有了意识 力量 我感觉到我的身体里面的力量就要涌出来了 怪人来到了奇遇的面前 我记得你 就是你刚刚把我打得很惨 是吧 怪人不废话 一拳朝着奇遇的脑袋打了过去 虽然奇遇站的地方已经裂开 但是奇遇纹丝不动 奇遇很是无语 奇遇想着 我还要赶到King的家中去玩游戏呢 我不能在这里浪费时间 紧接着合体怪人抒发攻击 已经打了过来 直接把奇遇打上了天 正当合体怪人打算使用杀招 拿出了刀 想要直接砍断奇遇的时候 奇遇又是一拳 打败了这个合体怪人 剧烈的冲击 使得这片大楼也被破坏掉不少 King等了奇遇很久 见奇遇迟迟没有来 就出门找奇遇了 也来到了附近 发现了奇遇 奇遇精 你怎么在这里 不是说好 然后再去你家 刚刚回去的时候 看见了怪人 解决掉怪人以后 我马上就打算过去 因为合体怪人被打败 杰诺斯跟那位怪人也分开了 但是伤势非常的严重 奇遇表示 先带回你家吧 King 应该会有无人机 来接杰诺斯回去治疗的吧 在King跟奇遇回去的路上 也遇见了一些避难的群众 民众大叫着 King 果然是King 怪人被制服了吗 那么强大的怪人 King居然一下子打败了 果然是地表最强的男人 以上就是这一期 同人作品的全部内容 我是Yi 喜欢一拳超人的内容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